哈囉我是圈圓圈圈皮音 他是我學長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超進化的筆記本喔 平常你可能去書局 大概只願意花40塊錢 買這種回憶筆記本 那這種的呢 最常發生的就是 上下這樣子打開 你要再合起來的時候 你手可能就不小心夾到了 如果是金屬就更慘了 塑膠那很好 你要不要被夾夾看 不要 來啦 讓我示範一下啦 夾到的到底有多痛嗎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你為了要省錢 花40塊錢買這種傳統的 結果會發生什麼事 不要 夾你的手 夾你的手 我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能力的話呢 就避免讓你的小孩受傷 那就 買一下吧 如果今天真的沒辦法 我們還是有便宜的 好用的東西 大家就小心一點 不要緊張 你就小心一點啦 夢望世上苦人多 好用的 好用的 又一個是這個 Kukuyo的Campus火焰本 你知道這個東西怎麼開嗎 這個非常的好開喔 上面這個部分 你只要輕輕的往下一按 就可以輕鬆打開囉 光明卻只要輕輕的合上 他就會自己彈回來了 就不會有 啪 夾到手的問題 再來是這個 什麼念什麼 Aqua Drops Compact Binder 這個的開法 是在他的最底下這裡 按一下 打開咧 但是他和上比較麻煩 他沒有 這他有一點智能不足 你知道嗎 我覺得Aqua Drops的概念就是 你可能是靠加分上建宗台大的人 先天的優勢呢 就是你可能背省資料背的很好 但是你上了這個學校之後 你還是要靠後天自己的努力啦 哼哼 再來是這個 RAMATE 20孔文件夾 這一個的設計 他比較沒有這麼的圓弧 他有一點點像是一個 三角形的樣子吧 三角的介面 他跟上面沒有關係 他跟上面沒有關係 是邊邊 嗨 打開了 難怪你後面用力 按這麼久沒有反應 合起來 只要合兩邊就好了 沒錯 MARUMAN KURU FIT 彈指一下 噠噠 這樣就打開了喔 是不是 這樣完全不會夾到手 完全不會有夾手的疑慮 可是他讓我有那個鼻心蓋的陰影 但這不會啊 這個不會有夾手的問題啊 你真的是輕輕 輕輕的就可以了 他沒有很 很大力 真的就很輕的扣上而已 他沒有什麼 特殊的機關 他也沒有彈簧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這個東西 真的是厲害啦 你看喔 我前面介紹的那些 Lily Coco的全部都是Made in Japan 答案是這一支 Made in Taiwan 實實在在的MIT 這是2Note的筆記本 多厲害 告訴大家 不管怎麼轉都可以 360度 他要怎麼樣拆換這個活葉子 你只需要這樣子 就掉了 你只需要這樣子輕輕的 輕輕的用你的手指頭 壓壓壓壓壓 這樣子又恢復原狀了耶 又恢復原狀了耶 台灣的朋友啊 這就是台灣製造的啦 因為他這個環幣不是扣死的嘛 對 跟我們其他環不一樣 他不是扣死的 那他會不會掉下來 你說這個環會不會扣掉 對啊 所以呢 我剛才就決定把它拿起來 這樣甩一甩 不會 甩一甩 不會 這很勇敢 不要怕 用力甩 真的不會掉啦 你看拿不出來就是拿不出來 真的很厲害 在上一次我測試了 無足的彩繪筆 是完筆什麼什麼筆的 你都可以知道 每一家的筆 基本上都是很優秀的 重點是紙張會不會透紙嘛 這才是重點嘛 你看 看 完全不透耶 好像沒用過 完全不透耶 這真的是一張紙耶 我沒有騙你 這真的只是一張紙而已耶 多麼優秀啊 再來 另外一個 大家非常非常關心的事情 就是他寫鋼筆跟玻璃筆 到底會不會透 我也今天幫你們做測試了 鋼筆暈染測試 不暈不透 玻璃筆暈染測試 不暈不透 後面的Pentail極速鋼筒筆 跟ZIG的隨便筆 你看 字字分明 字字分明 每一個字 你有看到我都是用同一個size的筆 可以寫到這麼細都不暈開 你就知道這個紙到底有多優秀了 真的很棒很棒啊 另外他還有出了一個東西 我覺得我現在好像 好像那個陰生購物台喔 賣藥 這是賣藥的 他還有出這個 2Note的大動機 這個大動機可厲害的咧 他多增加了這個系統 今天你很不喜歡他們家的紙 你就是覺得 KOKUYO的紙比較好用啦 你也沒有關係 你就拿著KOKUYO的紙來 把這個東西裝上去 裝粉 好嗎 我是不是要重講了 哇 氣死 沒關係啦 反正你從第一次裝它到現在 你沒有一次不是先從反的開始裝 好嗎 那我剛剛從哪邊開始講了 你就繼續就好啦 為什麼要重新 不行不行 我要 為什麼要重新 你反正從來沒有裝對過 啊 不行 不行 這是NG 這是NG 不行不行 可以的啦 不行啦 直接裝進去就好了 這個片片讓你插進來之後 你有看到嗎 這個神秘的刻度紋 上面告訴你呢 你今天準備了什麼樣子的紙張 你就把紙對到那個地方 假設你今天 你就準備了這個 學校的功課 學校的作業 但是你想要把它放到這裡面嘛 對起A5了 大家都有看到A5了 哦 先打一波 有沒有看到香菇頭出現了 我們把香菇頭插到那個中間凸起來的那個位置 你記得要放平了哦 再打下一個香菇頭 下一菇頭 出來了之後 把香菇頭放進去 再打 這樣子 你的作業就完成了 作業本 實在你的作業就完成了 你的作業才不會完成 不會完成 你還是要努力的自己寫啦 不會完成 實在跟我打好了 你可以收納 你可以收納進去 手指頭不用費力 給它按壓 按壓 按壓 這樣子就放進來了 很 簡單 來 什麼叫做 停止外交接觸 這一段呢 你如果怕你忘記了 加上去就好了 隨時要複習就複習 你看 你不想要看到它的時候 就翻到下一頁就好了 如果你覺得你的作業本 看起來這樣子很 Boring 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在這一邊 再多增加一個漂亮的這一頁 如果你還是覺得我的左手用起來卡卡 那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把本子反過來 一樣可以用右手 這個是完全不會有問題的 那我們還可以再多增加一些 你看的會賞心悅目的 那像這個時候 我們要打 要朝這個最下面開始 標的話 怎麼辦呢 反裝 裝到另外一邊 輕輕鬆鬆壓下去 一邊是你的作業 一邊 是你最喜歡的偶像 有沒有 這樣子一本 這樣子一本 你覺得它這樣子會擋住你的偶像 沒有關係 我們就把它撕下來 撕下來 然後 就放到這個本本裡面了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我們這樣就不會擋到BTS 多棒的設計呀 多棒的設計呀 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話 你會不會想要買這個給他 會 然後他接下來 會不會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都在坐著手邊這一頁 然後就沒有起功課了 不行 我覺得還蠻有可能的喔 那我們這個影片的最後呢 還是要感謝一下文具不受控 那這支影片 是我們跟他一起合作的影片 這一次 我們主要就是要來Push這一支 2NOTE筆記本 你看 但是 我還是要講 這個東西在台灣 實在是很難賣到耶 為什麼我們身為一個台灣人 然後買一個MIT的東西 這麼這麼的困難呢 我跟你講 這是有歷史淵源的 我相信你從小四小五的時候 課本上面就有學過了 因為中華民國是一個海島型國家 我們主要是以出口 進出口為大中 所以過去了 這是國中吧 沒有沒有沒有 小學四年級我就學過了 現在的課本更先進 更進化了 為了要提升國人的素質 所以現在小孩子都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小孩子不知道的事情是 傳統產業啊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以外銷為主 現在呢 因為經濟衰退的關係 很多很多的廠 全部都往東南亞的方向開始前廠了 能夠留在這邊的廠真的是不多了 這是難能可貴的一家廠商 還願意留在台灣繼續支持 做著MIT的東西 然後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外銷到世界各地 結果害我們沒有辦法在文具店買到它 氣死我了 可是大家要買這個東西不用擔心 因為接下來的創意文具展要來了 創意文具展那一天 你肯定可以看得到這個東西 如果你想要買它 拜託 一定 一定不要錯過了 創意文具展 因為你錯過了之後 你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買很大 然後你只能夠搭飛機出國 然後特地去買一個台灣製造的筆記本 希望廠商對這個不會有所改進 我希望那個中間菜蟲的那個中產商 廠商看到了 廠商看到了 中產商的部分 拜託 Push一下來自MIT的產品 讓它的鋪貨率可以再廣一點 試占率再高一點好不好 不要 我們好像出去就只能夠買得到一大堆日本的東西 搞到好像 去憑我是一個從洋媚外的人 我想要介紹台灣貨我都找不到耶 什麼回事 怎麼回事啊 影片的最後最後 我們要來贈送幾個筆記本送給大家啦 總共幾本呢 5本 5本的2Note筆記本 那它總共的尺寸有A4 A5 A6 A7 跟 B5 其中一個人你還會收到我 額外送給你的打動器 這樣子你就不用額外買這一支了 它是 因為只有一支 對 所以可能講若哪一個呢 就是隨我自己高興啦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獲得這個東西 好 那要請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 並且 要去置頂留言 填 Google 表單 沒有填的會不算 真的真的 最後再次的呼籲 那個文具不受控 不是 廠商 拜託你 去撲貨 好不跟文具不受控啊 關他屁事啊 又不是廠商 他不是廠商嗎 欸 他跟我說要一起合作的耶 他不應該要 進一點那個Push的義務啊 那就文具不受控 記得來分享一下 記得喔 記得告訴一下 幫我告訴一下廠商 拜託 這個東西撲貨率也高一點啦 那就這樣子喔 我們下次再見啦 呀啦 你希望我怎麼樣介紹你會比較好 所有人都見買攝影大哥 你這樣會比較開心嗎 無所謂啊 可以啊 哦 哦 哈囉 我是全民視頻 他說我學長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超進化的筆記本呢 好嗎 我 很好嗎 好嗎 好嗎 好嗎